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1月23号周二 美股商位开盘 感谢大家来到 first trad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员 联合大家带着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期权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这周是一个交易短周 周一周二周三 我们例行还是会有公开课的 今天周二明天周三 周四呢 美股不开盘 所以周四我们休息一天 但周五我们再回来 对吧 然后周五的话 虽然是半天 但我们公开课是继续不变 简单的明天通明 我们就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如果大家选择观看 当同于上述的条款 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整体市场 昨天市场 有一点点想要反转的 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看看标普500 先是冲高 来到一个新高 然后直接砸下来 来到了近期的一个低点 18号的一个低点 但我还是认为这个低点 4630也就是10号的低点 不破的话 我们依然还是在一个上行趋势 依然是这个上行趋势 直到这个低点破掉之后 那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趋势 可能就出现了反转了 目前我们来看只能说是日线图 有一些比较难看的形态上的变化 每当日线图出现像这种难看的形态上的反转的话 我们以标普500 ETF为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成交量的一些情况 对吧 把成交量 这些指标都放上来 一些基本的一些辅助 我们看昨天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 昨天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说这一周是季节性上来说 比较强势的一周 包括也是成交量上可能会比较少的一周 我们看到这边开始有更多的卖量了 尤其在19号 然后包括在昨天22号 也就是上周五跟周这周一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反转的话 我觉得短期市场的动能 已经从原来的上升到最后可能涨不动 到现在可能开始要转头向下了 如果单从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 对吧 因为我们看每当出现像这样情况的时候 似乎市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回落 似乎都会有一些短暂的回落 包括在这里 那这个回落可长可短 可长可以是很大的回调 也可以是很短的回调 那目前我觉得市场可能更多 还是因为昨天鲍威尔连任的这个消息 有一个突发性的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但是实际上最后什么也没有变化 对吧 因为包业还是继续连任嘛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的东西 然后同时也看到市场有一些薄弱的环节 然后就跌下来了 然后昨天QQQ反转的也比较厉害 也有很大的一个量 从高直接砸下来砸到最后 那我们看到还有中小盘也是 继续往下砸 而且持续的有量出来 那我觉得这些目前都告诉我们市场没有任何的领导者 反而有点想要加速向下的这么的一个意思 昨天早上或盘前一片祥和 似乎这好像是一个虚假的感觉 另外我们看看大市值公司 今天大市值公司没有继续再往下压 但集体上来说还是看到个别板块有一些弱势的在盘前 但感觉并没有说继续想要往下跌的意思 毕竟还是跌到了一个支撑 我们看到指这里是在支撑位置 中小盘也是跌到了关键性的支撑平台的位置 QQQ我觉得这里比较麻烦一些 这里有一些小平台支撑 但这个支撑确实是不够时间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很强的支撑 更强的支撑可能在往下走 但如果科技鬼往下走的话 那说明市场要更往更低的位置走了 暂时我觉得从道指跟中小盘来看 似乎市场下跌的空间也不大 然后标普500 除非破了这个18号低点 包括还有10号的低点 要不然我觉得短期目前来看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虽然说会有些弱势 但短期来看 我觉得还是健康的 还是健康的 另外我们也说过 季节性的强弱势 那现在确实我们是在一个季节性 偏强势的一个时候 对吧 那可能我们还在这一段 还是说已经开始这一段了 目前我觉得没有办法去说一个准 对吧 因为这是过去的规律 不能完全代表未来即将会这么走 但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参照性 期待接下来到圣诞节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强势的 还是会有一些强势的 另外我们就看一看其他的细分下去 拆分下去 我们看传统价值 里面交通指数是很强的先行指标 我们看到交通指数这段时间是先跌下来 反而是在这两天 市场集体比较弱的时候 出现了有上行的逆势的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也是让我觉得 市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差 如果说经济不好的话 物流也不会好 交通也不会好 而且交通往往是先行指标 对吧 那如果往下走的话 那可能更加符合当下市场的一个情况 但如果说交通指数往上走 说明市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下跌空间 但是我们还得继续再观察交通指数 接下来怎么走 另外还有就是银行KRE 我们看昨天也是想上上冲 甚至盘中接近出现一个新高的位置 那最后也是反转下来了 那我们看到KRE最近两天是有不错的反弹 其实也跟道指跟钟小盘的支撑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 那这其实都告诉我们 其实市场并没有说表面上的这么的差 当然市场也没有说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强 对吧 感觉还是很中性的一个表现 有强有弱对吧 有强有弱 另外我们看到之前我们说过保值的品种 如果市场的这个经济成长放缓 然后最终呢 市场走入这个stafflation 通胀继续对吧 然后经济增长放缓 那这些保值的品种可能会有不错的表现 我们看到像XLP XLU 也完全不理会市场 房地产继续往上走 美元也继续往上蹭 那最近黄金白银受到一些影响 但除此以外 我们看到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坚挺的 尤其是房地产类的 建材建商 还有home construction residential 房地产etm 还有美元 还有必须消 这个必须消费品 还有这个公共事业类的 这些都是我们说过的保值的板块 对吧 保值的板块 资金可能会比较青睐的接下来的市场当中 当然这些板块对市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权重 更多可能会比整体市场表现要强一点 那整体市场可能会表现的 参差不齐对吧 但是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强势的一个选择啊 那黄金白银今天我是想多讲一讲 那之前我们提到说黄金白银任何的回调 都比较感兴趣啊 那黄金现在是连续的向下挫连续的向下挫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国债国债利率 这边不太明朗的走势啊 我们看国债30年国债还有短期一点点的时间国债 最近都在不断的向上攻 那其实呢 也意味着说啊 短期利率向上攻的话 那对美元来说其实是有很强的助长的作用的啊 包括现在收紧的预期 也是不断的让美元从94满足不了需求 来到9596 那9596这一线确实会对 很多大宗商品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啊 因为很多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结算的 如果短期的供需关系没有改变的话 美元的走高自然而然会让大宗商品的价格而反而走低啊 那这边我们看到原油最近也有回调对吧 然后黄金白银也跟着有补着回调 那原油这边ABC的回调 我觉得很有可能已经到位了啊 很有可能已经到位了 那75块钱这里是非常好的支撑 任何的往下挫 我觉得结合目前形态上的变化 还有包括缩量啊 然后还有说看到新闻面上原油很负面的啊 感觉很多国家都要释放战略储备了 然后原油价格可能会下来 这些其实都是很早的事情的啊 包括是很早很有预期 或者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难道油价一直要维持在高位吗 不一定的对吧 总会来回来回来回拉扯的 油价在高位永远是起不稳的 除非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 那我就回落下来反而是个很好的机会 同时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42倍RB-CL这种原油先行指标 我们看原油先行指标 红色绿色的线已经走上来了 鲜鱼紫色原油价格的线走上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看涨的信号啊 看涨原油的信号 所以反而我觉得原油这边是有很多的机会 另外天然气的话呢 也是在关键支撑位置 但我就图形上来看 这里有点麻烦 有点像在做头肩顶 而且天然气是比较腰的一个品种 我就还得再观察一下啊 形态上来说 我觉得有可能会破位 当然也可能会往更高位置走 从月线图来看 如果这里能起稳的话啊 之前我们看到月线图 基本上很难起稳第二个月 第一个月上来第二个月就下去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月上来 现在似乎想要在起稳啊 4块5这里如果不破的话 我就天然气其实可以打开更大的空间 但更多是短炒了 对吧 更多是短炒 天然气我个人更倾向于说观望一下啊 原油我觉得是最近是有很好的入场的点位 那回到白银啊 那其实我们看白银月线图是没什么太大变化的 我们回到周线图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对吧 依然还是叙事 想要从这个盘整区间走出来 然后日线图的话可能更加明确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是有很强的支撑 然后来到这个阻力位置 确实一时半会很难过去 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来到阻力位置可能会有回踩 回踩很关键啊 11月初的这个地点如果不破的话 这个回踩是属于成功的回踩 然后很有可能再往更高的位置去奔的啊 那任何的跳高必须要下蹲的这个动作啊 这个是一个是这个是一个远这个大家都基本知道的一个原理 对吧 那在股市上也是一样的啊 任何的你要跳高必须要回踩一下啊 那我觉得这里黄金也是一样的 受到一定的阻力吧啊 回踩一下这条突破的趋势线也好 或者说这条上升的趋势线也好 我觉得这些关键的点位不要破 我觉得大方向还是不变的啊 因为黄金白银接下来我看无论是美元 在96这一线遇到更强的阻力往下走 还是说美元继续突破向上 往到98100的位置 我觉得无论如何黄金白银都会慢慢的走出自己相对的强势啊 只是目前我们看到受美元的盈位影响还是会比较大的啊 那除此以外的话 我觉得各大交易品种目前呃 这个大众商品类的最近还是因为美元走强的原因 有很弱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 短期供需关系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大基本面的转变 那美元走高会对大众商品会有负面影响啊 包括对整体的这个资产价格都会有负面的影响 呃如果美元这边有回落的话 我期待说接下来资产价格可能会有后续的一步的狂欢狂欢啊 那看这边美元96很关键的位置啊 这个区间是会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阻力位置的 对吧 这里有大量的记忆点 之前是一直突破不了 后来突破之后下来下来之后回踩的这个位置踩不住 然后呢又上不去 然后又往下走了 所以这个位置是有大量的成交量 大量的记忆点位 也是非常强的一个阻力位置啊 那如果没有基本面的转变的话 我觉得这边是很难一时半会过去的 那接下来看美元是怎么样 会有回踩回踩多少 还是说就此反转还是怎么样 对吧 这里一个大的问号在这里啊 但我觉得第一反应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些回落 那期待大众商品接下来可能会有些恢复 或者说有很好的买入的机会啊 很好的买入机会 这边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啊 我觉得整体市场大概我们先讲那么多 呃各股的话看看大家的一些疑问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穿插讲解一些我的一些看法啊 英伟达 呃这种股票我觉得一直我们在说 每天都在说啊 没有办法再跟进了啊 因为已经放过量涨了 同时也开始出现放量的大跌啊 不能说很大跌吧 但是这种反转确实挺难看的啊 呃放量的跌 呃那基本上意味着说 这一个趋势已经接近尾声了 如果不再尾声也接近尾声了啊 所以我就没有没有机会去做多了 对吧 没有机会再做多了 除非像特斯拉这种深入回调个十二十个percent 那可能有机会考虑对吧 可能有机会考虑啊 呃 但问题还是放在问答这里好吗 这样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苹果昨天出现很难看的一个反转 那我觉得短期高点也已经出来了 台积电也是大盘股 呃我们说过台积电是想要尝试突破的啊 因为call com跟他同类的call com已经是突破 并且在上面等着他了 那台积电作为后者两个同类的 也会同样去追赶他啊 那我们看到也是有不错的追赶 然后追赶上来之后 昨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反转 那形态上来说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因为还是出现不断抬高的低点嘛啊 至少没有出现日线级别的不断降低的低点 比如说这个趋势还是向上的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还是有机会在往上冲啊 并没有说像呃英伟达这么难看 有些放量下跌的量 然后包括苹果对吧 也出现了小量放量下跌的量啊 也放量涨上去了 然后这边也放量跌下来了 苹果跟英伟达我觉得更加要小心 台积电可能还会好一些对吧 还会好一些 呃没有必要去买破去保护正股啊 可以做一些cover call啊 这些股票都是偏稳的 但是要小心的就是英伟达这个可能 cover call不一定能够挡得住啊 因为他如果要跌可能幅度会比较大 不像说苹果台积电如果要回调的话 幅度不会特别大 呃然后可能更加适合用cover call 对吧 那买破的话 英伟达买破也挺贵的啊 要不我觉得就直接先出来吧啊 直接先出来 有时候不一定要说持股去买破的啊 因为买破也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 有时候反而你要花了这个钱出去 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把股票收回来 换成现金啊 等待下一步机会再说 对吧 呃 Jets Jets也是年底 我觉得会有季节性的强势 最近我也去机场接送一些朋友 看到呃 机场里面还是爆满的啊 所以我觉得年底啊 季节性的强势 航空公司 在低位 Jets.com的低位啊 Jets ETF的低位 我觉得这里是值得去考虑的 对吧 值得去考虑的 然后哪怕是做一个短的一两个月的行情啊 短波段的一个行情啊 那我们看Fasley 已经是走上来到颈线这个位置 在呃四号啊 在四号 这里出现了一个反转啊 然后现在开始阴跌向下啊 那么看阴跌这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成交量 成交量都是比军量要小的 说明就是健康的回调 如果能到37 40以下 我觉得又是很好的底部的去间建仓的机会了 去间建仓的机会 现在不做任何的考虑啊 除非你是做更长远的打算 但我觉得长线的话 这只股票也没什么特别持股的意义 因为它的估值依然是非常的饱和啊 阿里巴巴 我们说了逢高做空 目前来看也没有做出任何扎实的底部啊 那这里130还是会有些支撑的 再往下的话就可能要往更低位置走了 125120 我感觉130可能要走一圈 对吧 然后看看怎么样 更关键的支撑可能还在120 不排除要去碰一下啊 不排除要去碰一下啊 阿里巴巴这个事情比较大了 后市怎么看事情很大啊 逢高做空我们说过了 snow也是估值上很有问题的一只股票 来到前高的位置 而这里一直是在缩量向上啊 直到说我们看到这两天 尤其是昨天有比较大的卖量砸下来 那说明这一波就已经结束了 说明这波就已经结束了 那再往下看能不能来到这个位置 323323330320到330这个位置 可能会有更强的支撑啊 因为这一路上来都没有什么太多支撑的 这里会有更强的平台上的支撑啊 如果你要考虑的话 当然这种股票我是不会考虑的 甚至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可能要逢高做空的时候啊 呃伊伟达等一等在下面 能不能在280或者说这里 如果能往下跌的话啊 10 20个percent 像特斯拉这样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抄底的机会啊 如果有的话对吧 如果有的话 但现在看特斯拉可能也反弹差不多了 对吧 能不能再往下跌一腿 像Madara这样 也是最近我们讲到的 IMMR 很好的5G 物联网 然后同时也是元宇宙概念股啊 但是股票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动能 当时因为Facebook的消息是炒了一波 然后后面被砸下来了啊 然后呢一直是在放量 那我觉得这个就从形态上来说 加量关系上来说比较麻烦 如果一直放量的话 那我们需要等到他放量结束 缩量的时候 找到关键支撑的时候 可能才会再介入会比较好一些 目前我觉得从形态上来说 不值得关注 但是单从他的这个所在的业务啊 基本面前景来说 我觉得是值得长远关注的一个地方 Frisker也是电动车里面相对较强的 但我觉得整体市场目前可能有点杀估值的状态 包括特斯拉 还有这个VV还有这个Ravian对吧 RVN也是也是在杀 还有Lucy的这边也是来到了缺口 关键性的阻力位置 也开始出现一些放量的反转了 那这其实都告诉我们要小心了啊 整个电动车内的自动化驾驶 激光雷达新能源的 似乎都在冲高回落 那Frisker这边我们看到并没有太大的量能去反转 不排除可能还有高点出现 但也是见好就收了 另外我觉得GoEV啊 这个可能更加值得去关注一点 因为我看到了大量的异动啊 虽然说我们看到17号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反转 那我们看到后面很快就缩量了两天 然后直到昨天又出现一根大坝上去 感觉这只是意犹未尽啊 而且还在相对低位的 我觉得可能更加值得关注吧 Frisker我觉得可能也会有高点对吧 可能有会空间 但是也要小心随时见好就收了 PAGS我觉得值得长线关注 需要再缩点量啊 如果还在往下放量走的话 要小心 我觉得还是受到美元影响比较大 EVGO这只应该是生化制药股吧 还是什么我不太熟悉啊 看这个形态上来说 最近是放过量了 对吧 已经出现了反转了 那反转完之后 现在开始缩量啊 那就是很健康的一个行为 如果能够缩量横盘一段时间 那我就接下来还是值得再期待的啊 这个股票我个人不太熟悉 我看一眼啊 EVGO 好 我们一会回来 好 可以 EVGO 我先把这个输在这里啊 一会我们就回来 等他low一下啊 那我们再看 affirm也是放过量了 也是放过量 有大量的卖扣那顶部也出来了 然后这个是估值上也是非常有问题的股票啊 那往下跌跌到什么时候呢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了 Facebook短期这一波来的不论剧变下延到上延 那我就完成了一个波段了啊 完成了一个波段了 但任何的回踩 我觉得Facebook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在20天均线 三百三附近 如果能够跑到区间下延一点点 那就再好不过了 再好不过了 因为大家开盘要减码吗 那你看价量关系 其实早就应该告诉过你了啊 那我觉得AMD的话 这还好一些 并没有看到放量 所以我觉得AMD 说不定还有机会 但是看到整体市场这个状况的话 我觉得最近整体科技股 或是估值较高的可能都会 被杀一杀啊 我觉得出场的话 不要等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再出场 尽早的要提前做一些出场的动作 哪怕有时候你卖飞掉了 也是落袋为安 对吧 也是有利润 因为你在卖出的同时 你就啊 选择了接下来的涨势 不关你的事了 对吧 但接下来如果跌 也会让你少损失一点 或者说你的赚到的钱落袋为安 对吧 半导体也是出现很大的翻转啊 要小心 特斯拉这个还不跑吗 我们说了大跌要抄底 但是大涨要跑啊 大厂要跑啊 迪士尼从形态上来说 我觉得暂时也不值得去关注啊 暂时来说迪士尼也不太值得去关注 有点开始缩量了 对吧 但希望价格能够走平 更关键的支撑 缺口我们看到这里补了 对吧 然后再往下 其实还有一个平台性的支撑 也是已经达到了150附近啊 所以就这个价位上来说是不错的 145到150是很好的价位啊 那 但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啊 还是需要时间 啊 ISRG 也开始放量的下跌了 那看到区间下沿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考虑接回啊 snapchat 最近也是财报 直接被砸下来 一直都没有恢复 还在阴跌啊 昨天又跟了补了一个量 那那这边最近横盘是其实挺不错的啊 但是突然昨天又来了一根量砸下来 那直接砸到区间的下沿 我觉得47 这个位置还是很好的啊 区间下沿的位置 如果喜欢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啊 那我觉得还是更需要多观察一下 更需要多观察一下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 高盛最近还是很强 来到区间下沿 有不错的资金流的跟进 整体银行类的 我们看到昨天是有大量的异动 像花旗银行啊 还有说Wall's Fargo Bank America 其实我们看到银行昨天是挺强的 对吧 金融类的反而昨天是挺强的 挺身而出的感觉啊 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 还是在整体一个下降趋势当中 高盛也是一样 对吧 也是一样 我觉得还需要点时间在观察啊 除非利率大幅的突破向上 要不然我觉得银行这边 可能还是一个区间震荡 当市场需要他的时候 可能会有资金流入 板块轮转相对的强势 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建树的感觉啊 惠瑞之下很好 然后前天我们看到也出现反转 在周五的时候 周五放了这么大的量 然后反转 那我觉得基本上 短期高点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可能需要时间了 如果要再出现高点的话 对吧 需要再酝酿了 那这边感觉又在缩量 开始酝酿下一波 那我就会说 这要还是不错的吧 值得关注 或者说还没出的话 也可以考虑看 还有没有高点在出 Quanbase最近是 在10号是有很大的量 是砸下来 然后收涨 然后最后收了一个十字星 那先这种十字星 放量十字星之后 后面如果股价是最终往下走的话 说明这边多头最终是失败了 空头卖家是最后获胜 那卖家获胜的话 很有可能会往这边去砸 对吧 往300块去看 那我觉得整个区块链 最近比特币也不怎么递 所以Quanbase加上估值很高 形态上也没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这些Quanbase股票 我是从来不会去碰的 对吧 然后Visa 还有Master 还有PayPal 这都很麻烦 看形态上说很麻烦 我觉得都还需要时间 还在放量跌呢 Bruce American 很好的十分红的股票 我觉得低息 然后拿着不要动就好了 对吧 股息是很好的 看股价能不能稳定 股价如果能稳定 一年不变的话 那你股息是白拿 对吧 如果股价还能往上涨 那你就多赚了一点 对吧 股价赚了 同时你还可以赚股息 Why not 对吧 Quan很强 只可惜可能动能上涨快结束了 不排除还会有高点吧 因为没有看到特别大的反转 不能轻易严顶 那确实综合各方面情况来说 我觉得是要小心的 SE如果能跌到这个区间上沿 这个位置 也就是三百以下到两百九两百八 哎 我可能会挺喜欢的 瞬间回调个三十个percent Why not 来 波音区间下沿 看看有没有机会 最近回调周五的时候是放量的 周五传统价值是板块是比较弱的 然后波音周一也并没有体现出相对强势 还是要小心 微软也出现了反转的信号 对吧 我们看这个反转信号是集体性的 还是要小心啊 还是要小心 Uber 也是很好盈利了的公司啊 最近也在不断的在酝酿下一波的感觉 感觉Uber要起来的话 我觉得需要更大的成交量 或者说更大的利好 新闻 暂时我觉得Uber看上去 还是中规中矩的选择 不弱 但是也不强啊 我觉得值得更长远的关注吧 因为Uber既然已经开始盈利的话 那就跟以前的Uber不一样了 不再是那个烧钱的Uber了 是开始盈利有新成长性的Uber了 那我期待Uber接下来长远来说 是会慢慢走起来啊 但不排除这里可能钱在做一个双底 也是完全可以的啊 也是完全可以的 Adobe System 这种估值比较高的 我个人都不会去碰 反而在市场可能不好的时候 可能会是比较好的做空的对象 QQQ也出现了 比较大的放量反转 然后mybodymonday.com 这个目前来看也是比较难看 对吧 放量跌到区间下沿 我记得这个估值是蛮高的啊 也要小心这些股票 我个人都不想去碰他啊 都不想去碰他 微软刚我们也讲了 也出现放量的反转了 可能需要暂时规避一下啊 科技股该卖吗 可是科技股很早就该卖了啊 当然昨天卖或是今天卖 我觉得都没毛病对吧 因为你还是卖在相对的高位啊 科技股其实我在 11月初的时候 当时就表达过 对科技股的担忧了 当时我们也考虑过SQQQ 对吧 SQQQ SQQ 我觉得6块钱是很好的价格啊 当时6块钱左右 有价格 然后后面我们看又杀到了6块钱以下 然后昨天一根大坝砸上来 对吧 目前还在成本附近吧 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从11月到现在 科技股虽然上去了 但也下来了 SQQQ也下去了 然后但是最后也上来 对吧 所以科技股我觉得现在卖 没毛病 因为你没有什么损失 但现在肯定不是买的时候啊 什么时候卖的取决于你的成本 包括你的时间各方面的预期了 对吧 买的话可以很简单 好价格 你就买好的时机你就买 对我来说卖也很简单 差不多了就卖了对吧 差不多就卖了 不要犹豫啊 因为你一买一卖 你做选择的时候总会有一个风险 有一个回报的 那你觉得这个风险回报 你觉得合适就可以了啊 没有准确的答案 也没有说标准答案是怎么样的啊 那我的答案肯定跟很多人答案不一样 每个人都会心中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市场 一只股票有人看着 有人看跌 同样的图形都会有人看涨看跌啊 那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想法 还是要有些自主性比较好一些啊 怎么赚钱怎么来 对吧 怎么合适你怎么来啊 plot power 也是比较强势的最近新能源的相关的股票啊 并没有放量的跌 但我觉得说行情可能还没结束 但是结合综合情况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的啊 综合目前当下市场的各种情况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啊 还是要小心 这种估值比较高的成长类型的东西 很有可能会被杀对吧 很有可能会被杀 就像这类型的股票 那我觉得都是见好就收的一个思路啊 尤其是当市场表现不太好的时候 对吧 当市场表现不太好的时候啊 有问题 大家还是在问答这里提出 谢谢啊 robox这个我觉得涨很多了 然后包括在18号出现放量之后 后面就没有在跟量向上 昨天这根大反转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指数ETI 包括大盘股个股都看到了啊 那这个反转就是比较出名的那种红狗反转啊 先涨上去 然后再砸再砸下来 对吧 痛打落水狗啊 rag dog reversal 大家在网上搜一搜就能搜得到 那像这种反转 往往是比较难看的啊 也意味着说接下来可能已经出现 这个阶段性的高点已经出现了 接下来可能需要更多的修复 那可以是深入的修复 也可以是横盘式的修复啊 那这边感觉robox 涨那么多的情况下 不排除可能会需要深入修复一下 来到区间的下沿 来到这个这个区间 之前突破区间的上沿位置 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太多的支撑的啊 下一个支撑可能110 而再往下就到100了啊 故事上来说 robot已经非常昂贵了啊 除非除非啊 现在 Facebook把他收购了 对吧 要不然我觉得啊 还是要小心 还是要小心 很有可能 robox慢慢work is way lower work is way lower 怎么样保护啊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股票卖掉 换成现金 这就是最简单最好的保护的方法了 有时候不要去复杂化它 越复杂的策略往往可能没有这么有效啊 越简单的可能往往是最有效的东西 有些同学经常说 哎呀这个要不要买个破具对冲一下 我觉得你买poot可以啊 是很好的一种想法啊 但为什么不把股票直接卖掉呢 卖个好价格 收得现金 请不更好 万一你买了poot poot还亏钱了 怎么办 对吧 股票也没保护到啊 这都很麻烦的 有时候是高价股啊 期权比较贵的 需要花费较大成本去买期权的 那不如去卖期权 做些cover core也可以啊 那这边就涉及到期权策略报告里面 像credit spread cover core short put 像平时大家如果想要做保护的话 除了买poot以外 也可以考虑用cover core啊 如果手中有股票的话 也是很好一种方法啊 也是很好一种方法啊 那这个参考一下这里面 呃这个期权的策略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啊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看江森江森 拆股啊 今天在股拆股的消息 我觉得对大股票来说拆股是好事啊 但是很可惜 江森教审目前从形态上来说 在这边12号是有放量往下 那感觉区间下沿是跑不了了 对吧 接下来158156兜不住的话 还得要往150这边去走啊 所以这里可能有更强的支撑吧啊 江森江森这很无聊的股票啊 除非有什么特别的 要不然我觉得这些股票分红也没有什么意思 对吧 然后持有股票更加没有意思了 但是用期权去玩的话还是不错的 像credit spread cover core short put 这些可能都会有不错的策略的机会啊 不错的策略机会 好 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的公开课的参与 那明天周三啊 我们还有公开课周四不休啊 周四是这个不开盘休息一天 所以周四没有公开课 但周五我们继续不变 本周只有周四一天 可能见不到大家了对吧 但其他周一周二周三周五都在啊 想要有更多信息可以拨打 first trade的客户专线 电子邮件以及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 trade 横杠 985服务华人三十多年 二十多年真商真正意义的 美容俊商 那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un till next time 祝君 and stay powerful bye bye